第二季的Barnie's Talk呢 我们想跟大家聊聊台湾的一些设计 那设计其实都包含了很多的层面 有实体的设计 有食物的设计 有网路的设计 甚至有虚拟的设计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三重的一间独立书店 我们想跟你聊聊书店经营 还有书店选品上的设计 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这一集的分享吧 长日书房我们是街角围观 陪伴你度过每一个长日的日常 每周三晚上七点 请准时收听Barnie's Talk 帮你播起来 嗨我是倩倩 我们在三重经营两家独立书店 一家是长日书房 一家是桃一线书室 哈喽我是Candice 今天跟Barnie一起搭档采访 长日书房的老板倩倩 那今天呢我们的一个集数呢 会在上半集的时候呢 来了解一下长日书房跟桃一线书室 是在经营上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那下集的时候呢 会想请倩倩来分享一下 关于她对独立书店的想象 还有整个在大环境中书 出版业的发展 有没有让一些特别的观察 如果说啊每个独立书店都有自己的故事 那当初为什么会想开书店呢 为什么会选择在三重这个地方 想开书店这件事情其实是 其实家里从小就培养 就是阅读习惯这件事情 所以想开书店这件事情是 一直都觉得自己会做 但是没有一个急迫感 那会开在三重这件事情 因为我本身是三重人啊 三重一直都没有独立书店 那会选择在2017年到2018年 去准备这件事情是因为 在2017年三重就发生了一个 比较我觉得很可惜的事情 就是三重的连锁书店 都撤离开三重 就是在我小时候有唱成品啊 然后何家人就一直都有陪伴我们成长 但2017年就何家人就撤离开了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 我们我自己觉得蛮急迫的感觉 就一个危机感 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除了三重人 还有天母吧 天母有家人跟那个金石堂 对对对 但是金石堂后来吵一吵又继续开了 他感觉是 对其实在三重最后留下来 确实也是金石堂 但是他就是很可怜 他只有小小的一片墙 有点像书包摊 但对我来说 那个就不构成一个阅读空间吗 他就是一个像是书包摊卖书 或杂志的地方 那我就会觉得 如果我们想要为我们自己长大的地方 去保留一个阅读空间的话 要等连锁书店再回来 大概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那唯一的办法 可能我们就只能开独立书店 去维持像这个地区的阅读空间的经营这样 所以在2017年 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件事情 2008年就长日就开幕这样子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在三重是一个风险很高 因为好像阅读风气并不很兴盛的地方 但就是还是选择在三重 因为它是我长大的地方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就是 你在三重开这个独立书店 考虑的反而第一考虑的不会是什么市场需求啊 而比较会是从自己的出发点来去做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有一点是像我觉得 就是我从小就一直没有被满足这件事情 比如说一个像独立书店的阅读空间 像我们小时候要去找这样的空间都往台北跑 但我一直都爱思考说 为什么三重不可以用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文化沙漠吗 哦我 但我并不觉得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 其实我们或许可以努力看看 就是为自己长大的地方去进一个 其实它有需求 但不那么是大家讨论的空间 所以那时候会觉得 开这个空间这件事情 就是除了满足这个需求 某种程度也是我对自己长大地方的信心 对我觉得就是三重并不如大家说 可能它没有 诶没有人在阅读啊 我不就三重人吗 我也在三重阅读 所以就会觉得除了当然是满足自己想要的空间需求以外 就是我对我自己长大的地方是有这样的信心 这样子一个大区 它的三重如说新装啊 人口密集度有高达一百万的状况下 我觉得去支持一家书店经营 是是有有可能的 只要我们够努力 嗯 呃你刚刚有提到说是可能小时候的一些 包括说对书店的愿景啊 那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比较更深入的原因 或者是说嗯哪一些点去push你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这个还有一个是我在工作里面的观察 就是譬如说像我们家是从小就培养阅读这件事情 所以从小我们对于文字的敏感度或者是语文结构能力 相对于一般人可能我们 在念书的当下 你可能没有觉得有优势 但是事实上你后面去印证 其实你是有优势的 那当然我后来在媒体公司上班的时候 那时候当然是总经营特资 那会接触到蛮多就是新进来的同事啊 有一些小朋友们 我会觉得很可惜的是现在小朋友他们可能接触的比较多是影音相关的资讯 那对于文字的结构能力相对就有一点点落差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如果我们在时代的演进中我们有了新的东西 我们如果能够增加新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超级好的 但是我们原本有的不要丢 因为丢掉了原本有的其实是很难找回来的 所以去保留一个阅读的习惯 然后去培养文字语言结构 把你想要说的话能够让你想说给他听的人听得懂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所以去开书店或许就变成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场域 就是它是一个书店空间 然后它提供很多书籍 然后每个人可以在里面选择他喜欢的内容去阅读 但无论如何你在每一本阅读里面 都是在培养你对自己的语言敏感度跟语言结构能力 这个是一个比较深层的原因 就是就我们自己对于现在新世代的观察 所以你会浅浅你会觉得说这一块的比如说阅读的喜好或文学素养的培养是比较难透过网路或者是像是一些公共图书的系统去培养出来的吗? 当然就是现在很多电子书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有些影音的系统 或者现在也有很多网路说书的 我觉得如果你单纯就听或者是阅读或许是可以的 但其实阅读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书柜上面如果有出现某一本石珠是你有看过的 你可能在你平常日常的时候你看完这本书你并没有身边的人可以讨论 但是这件事情就有点有点没有好像缺了一点什么好像没有交流 然后你看完了你有很多想法或者是你有很多疑问你没有人可以跟你讨论 因为不会像是追剧一样可能会讨论或电影 因为毕竟书很多嘛 对所以但是你进到书店空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就是这里面不一定是我啦 或者是你坐在你旁边的客人也跟你有同样的阅读 那你们就有机会可以交流你们可以讨论 然后在这本书的基点上面你们就可以发展出更多有趣的想法 我觉得那是实体书店或实体书一个蛮重要的不同点 就是我觉得那是网络或电子书比较没有办法取代的地方 对 其实每个独立书店他自己其实比较特别的点在说 独立书店都会有一些呈现一些自己的特色 对那其实这关乎于书店他自己本身可能在一些悬殊的策略 或者说他呈现店面的一些风格 然后营造给顾客的一些店面的氛围这样 那想了解说像是长日书店的话 你们在选书这部分的策略 你有什么样子的安排或考量 然后还有包含就是说 其实在这部分的考量会比较偏向你个人喜好为主呢 还是你也去考虑一下当地的客群 或是从顾客的需求再去做调整 如果是就选书这方面的话 我们其实长日跟陶一线 两边的基本选书都是社会人类的书籍 对 会选择社会人类书籍是 我觉得那是对于我 我对三重的观察 我觉得三重一直都有大家 大家对他的刻板印象就是 三重很乱啊 三重就是有很多有的没有的啊 很多很多之类的这种刻板印象 那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原罪的 就是三重他容纳了很多 从南部来台北打拼的人 就是其实全台湾可能要到台北打拼的人 他们其实很容易选择在三重落脚 因为三重有九座桥他可以过台北 他是一个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然后他的生活物价水平也相对的比台北更低 所以刚来台北打拼的人 他们很容易在这里取到一个 他可以好好生活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地点 那在不同的地方的人 来到同一个地方生活的时候 他们有不同的习惯 成长背景需求 那在这种前提下面 他有纷争我觉得就是正常的 所以这就导致大家认为 就是三重好像 好像很挤啊很乱啊很脏啊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 还要容纳这么多不同地方来的人 或许那个就是一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 在这个过程的发展中 其实大家也慢慢的就去磨合到 一个像现在你们看的三重 就可能跟大家看 刻板印象中的三重就不完全相同 那我们怎么在这件事情上面 有一点助力呢 我觉得社会人类的书 就是一个很好的类别的书 因为像这个类别的书里面 有很多像报道文学的书 那它里面就是会用 一个报道像记者在编写一些 文字的方式 他去记录下一些不同人的故事 然后大家可以经由这些故事 他可以去理解到 哦原来这些人 跟我们不同的点在于哪里 他们因为有不同的成长背景 有不同的观念 他们会发展出对事情不同的反应 那我觉得台湾人 就我自己认为他还是善良的 如果我们对不同的人 他有多一点了解或观察 或许你就不会在第一时间遇到你 跟你想象中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自我保护的反应 就会先是比较负面的 你通常就会愿意去理解他一下 然后你甚至你可能可以包容他一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有助于大家去了解彼此 然后这个也是三重在人口结构上面一个很大的优点 但也是大家眼中的刻板印象 所以在两家店的选书上面 基本都是社会人类学 那当然就是像长日那边是一个陪伴大家生活的书点 他就多了一些像饮食文学啊 像生活美学啊这类的书 那陶艺线这边因为是比较独立的空间 所以就多了比较一些比较硬一点的书 比如说像很多主义类 像哲学啊女性主义啊 那这边有设计师跟插画家工作 所以这边会多了一些设计相关的书籍 就提供大家可以去选读 那这样的话蛮好奇说 因为你原本其实长日书店就已经迁近一段时间 然后陶艺线算是今年新开幕的这样子 那为什么说在长日之外 又会再开设一家陶艺线的这个书店 然后在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其实可能独立书店的概念跟连锁书店比较不太一样 可能你不太是以 他可能是以一个拓电的角度去看待吗 还是说他是一个考虑到不同的商圈的需求 或者是说有一些你自己对于拓电的想象或考量 这样 对很多人都会说我们是拓电 对但我在在我自己的心目中里面他并不是 就是他在我的规划里面在开长日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一定会有第二家 然后长日是一家我们刚刚有说嘛 他在门口就有写着生活不在他方 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生活不需要那么奔波 他可以留在自己可能平常居住啊 就是生活的地方就是去寻找一个舒适的位置 所以长日那边是一个陪伴人大家生活的地方 所以他整体的空间就比较明亮啊 然后牧师调啊 大家可能久坐他会觉得空间感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那陶艺线这边其实在我们的规划里面 本来就预计在五年内要做完 所以在长日 对对对对对 就我是一个念商馆的人 所以就是 又是受到 对对对对 所以我在一开始的设定 我就希望我们在五年内可以完成我们开店的计划这样 那大概就是五年内要完成第二家 然后在长日约莫两年多的时候就是开始找店 那当然也很幸运的就是在长日要迈入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就找到了这个陶艺约的限制 然后也就是让他顺利可以开幕 那这边的话其实比较接近我自己对书店的想象 它是一个深绿色的点 然后在里面的人他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 就是对我来说阅读其实是蛮隐私的事情 就是你在读什么书 你有时候不见得会想要别人就是立刻看到 就是那本书你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阅读或是像书单 也是自己很隐私的事情 所以像陶艺线这间店我就觉得它是相对独立的书店 然后在设定上面就希望它相较于长日 它有更进阶的功能 那这本书当初在取名的时候取名字源自于就是 魏晨出版社 它有一个文学计划叫字母会 然后里面其中有一本叫做陶艺线 然后陶艺线的这本书上面有 有一个slogan叫做 对aku 所以大家也会问说为什么叫藏日二点 对因为它就不是二点啊 叫二点好像还有点书气的感觉 好像没有书店的感觉 但它不是不是常日二点 不是咖啡厅 对对对 我们刚刚讲到的连锁跟独立的吵 我认为我的两家书店 它有独立的风格 然后独立的旋属 然后他当然要有独立的灵魂 那当然要有自己的名字 他是不一样的两个人 可是你刚才说 其实陶艺县可能比较接近 你当初想象中的书店 那为什么你在想象中的书店 需要用两种不同的面向去呈现 然后那如果说 其实陶艺县比较接近的话 那为什么一开始 长日的设定是现在的这个模样呢 对因为怕吓死大家 因为其实三重 就我们刚刚讲 就是从我小时候到 我开店之前 其实三重卢洲新庄 这个大区是没有独立书店的 对那就是在独立书店这件事情 可能他本身对大家来说 就是一个很陌生的品项 相对于早餐店或咖啡厅 就是他是一个很陌生的选项 所以选择一个比较平静人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入门 所以长日比较是一个 让大家好入门的形式 先把大家骗进来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生活 在我的生活里面 就是有很好喝的咖啡 有很好吃的餐点 然后但是也有书籍 阅读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希望在这种很轻松的氛围里面 先让大家习惯独立书店这件事情 它没有那么严肃 没有那么有距离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进阶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就往独立书店 我的想象里面再更进一步的去推进它 对有点循序渐进的诱拐 大家进来的概念 对了解 那我其实蛮好奇的说 因为现在淘义县的 我们今天录音的地点在淘义县这个书店嘛 那它的空间相对来讲是比较宽阔的 就跟千千你刚刚提到说 你希望每个人在阅读上保有隐私的空间 那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反而不会觉得它像是一间书店的感觉 我会好奇说像目前这样子的橙色百列大概会有多少的藏书 目前的话 其实目前看到书籍其实还没有完全进进来 就是我们先选了 我两家店的步骤都一样 就是我会先选一些我想要给大家看的书 那所以你目前看到就是社会人类学 然后还有哲学一些主义类 然后还有一些经典文学的部分 那会因为我们这边才开今天 对才刚一个月 4月10号9号开的 所以才刚一个月 然后会经历大概三到六个月的观察 去观察这边的读者课群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不能一厢情愿的 就是不能硬是要把我要的意思推给大家 就是我们提供一些我们想要跟大家说的 然后在观察中去找一些符合大家需求的 所以这边的书籍确实如你所说还没有完全进进来 但是它会陆续补满 那在补满的那个过程中会越来越符合这个社区社群的需求 那个是我们对于这间书店进书节奏的规划 对然后它整体进完之后 我觉得它长出应该可以超过一千 应该会介于一千到一千五中间 还有空间去现有的这个空间 对对对就是现有的是 然后还有我们有留下了很多空白 对就是空白的空间就是 我自己会觉得就是书店 或者不只是书店啊 任何一个空间都一样 就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它填满了 它就没有其他可能 所以就留了很多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最后再来决定说 它是适合摆一张沙发椅 还是它需要再增设书柜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可以评估的 然后像后面的书柜 我们在我们身后的这个书柜 其实目前摆放的是我们 带来给大家看的书 那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它也可以完全就改成是一个 全新书贩售的书店 也没有问题 那这个传统是延续长日 因为长日有很大量我自己的长书 提供给大家看 那这个就是回应我们刚刚说 我们需要降低入门看 就是大家不需要买书 你也不用带书 你来我这里就有很多书 就是让你可以带到位置上去看 就是降低大家每一个人 在阅读这件事情的门槛 对 然后这边的规划也是 所以就是我也在等它 就是长成一个 或许符合我跟读者们期待的样子 其实空间设计我蛮喜欢的 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是先在Google的评论上看到 因为这个就像倩倩你讲的 你既然在Google评论上看到 应该没有几个评论吧 五颗星五颗星 我就等你 他在等你们帮我 不是好听 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外面的那个背墙嘛 对 然后觉得那个胜绿色是我很喜欢 然后我低眼看到 天呐这个是什么 Speak Easy的酒吧 是是是是 完全不会把它跟那个 呃 书店去做连结 我会觉得它很像 呃 大安区有一个 Speak Easy的酒吧 对 叫小城外影城 哦知道 对对 Kennis应该也知道 对它的整个搭配的颜色也是像这样子 就事实上可能也是啊 就我们就是那种中古世纪的那个敬酒令还在的酒吧前面都以书为那个 没有啦我们真的是书店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家有酒是真的 对对我们家我们家确实就是有酒就是我从来都不觉得酒跟书有什么不对盘 他们那个就是自古以来的礼拜也是赢酒赢到掉到河里面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书跟酒 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 所以如果你们来你们想要喝一点什么 其实都可以问问我 其实有很多你们意想不到的准备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刚刚倩倩分享了一下他对长日 然后还有淘一线不同的想法跟规划 那其实你也提到说除了书以外你也很喜欢喝咖啡 或者是说有提供一些好吃的餐饮 那其实现在在书店经营 不管是独立书店或连锁书店 现在蛮常见到这种复合空间的 最常见的比如说包括说像是一些商场跟书店的结合 然后再来就是餐饮跟书店的结合 包括说像长日的话这边是有提供餐饮跟书店的结合 渐渐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去做一些巧思的构想 或者说你怎么样把这两件事情combine在一起 是 其实我觉得讲一个很现实的现状 就是我们独立书店目前台湾可能有200家左右 200多家 然后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干嘛搞得自己那么忙 对如果可以卖书就可以活得很好我也希望 就是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就是书的利润 就是尤其像我们这样的独立书店 它贩售的是原家书籍 然后我们跟我们是跟友善书业合作 所以我们的竞价的利润并没有非常的好 就是一个公开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就是七折禁书 然后原家卖书 它其实只有三成的利润在 那其实我们可以去算一下 其实你要卖掉多少数 你才能够支撑一家店的基本开销呢 其实或许是很困难的 所以在设定上面 我不想 我在猜大家在设定有一些餐饮需求的时候 其实是为了要cover它的营收的 对那当然我也不例外 但在长日那边我们刚刚有提到 它是一个符合 一个希望可以陪伴大家生活的点 所以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违和 对就是在我的生活里面本来就有 有吃的有喝的然后有阅读 可能跟大家最不一样的就是我多有阅读这件事情 那这就是我们开书店的目的 我们想要培养 或者是去诱发大家对于阅读的需求 希望在他们生活里面有这件事情 所以在我的书店里面就放入生活的元素 那有些餐饮需求就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事情 那我自己是三重人 然后在三重开店分享给三重的读者 就会觉得如果我们要做 不要让大家在支持我们的时候很辛苦 就是他来着咖啡难喝 但要支持 欸不用这样子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做好 就是其实三重有很多好的自烘豆咖啡 像我们用的也是 就是三重的自烘豆 那餐点的部分也是 我们有一些专业的资源 像我们有很棒的主厨的朋友 然后三重有师厨的伙伴 就是他们可以资源我们去把这些东西设定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好吧 所以它确实有一些营运实际面的需求 我们必须要去补足我们的一家店 基本开销的营业额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就含有这些元素 所以在呈现上面我也这么呈现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在接触这件事情的时候 觉得更轻松愉快 不觉得它那么严肃的距离 这也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书店的组合的时候 去想的去构想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是有你们看到的现在这样的呈现 看你们之前在书店好像还开了演唱会 就是有一个那个Christmas的live bar 对对对它就是那一天就是有有酒 对然后有其实那一天来的那个歌手 也是我们的客人 就我们尽量在三重找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好的元素 就不管是咖啡啊 或者是像我们的menu是三重的插画家 对对对 所以就有点是像是这整个场域的空间 其实是把一些三重好的事物一起集中在一起 然后带给大家一些生活的串联 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它如果要做在地创生 我觉得串联是很重要 就是另外一个是希望 希望我们三重的小孩 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子 我觉得自我认同是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不要因为别人的刻板印象 去否定自己成长的地方 我们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元素 或许只是它没有发现 那我们把它找出来 然后再整理 然后串联 整合之后再呈现给大家 嗯 刚刚Barnie有提到说就是 其实现在蛮多的独立书店 会是用书加一些可能餐饮啊之类的组合 但我有点好奇是说 那如果今天在于说他如果是客人 他进店他就是他的重心变成放在你的餐饮的部分的话 那你们在这部分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你期待的一个走向吗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因为刚才也有聊到说 其实像是看书或是书单这个东西其实蛮私人蛮隐秘的 但是当你今天开了一家书店以后 其实架上的书都是你的个人偏好的展现这样 那你的这个展现出来的这个书单 如果其实不太符合顾客的偏好的话 这对你来说会不会也是有点受挫 或者是说其实对你来说你会因此而想要做个调整吗 蛮好奇这一点的 我觉得像餐饮就是我们刚刚有讲 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生活的元素放到一个店里面去 所以他包含了书然后有饮品跟餐点的部分 所以如果客人都一直在点餐这件事情 我会不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不会啊 因为这就是他在我们这家店的需求嘛 对他今天来了然后他需要咖啡需要餐需要阅读 这都是他进入我们店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他去点餐这件事情就是他当下的需求 但不代表他没有其他需求对吧 就是这件事情不相违和 而且我们家的餐都现做 所以他就需要等 等的时候就会无聊 无聊的时候就会去翻书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带入人们的方式 对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设定会有一点排斥的行李的时候 在执行上面其实你就会有情绪 其实客人也会感觉到 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的设定上面 如果他今天来的需求是餐饮 我当然也就欢迎他来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其他发现 或许这个是一个更好突破同温层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可能不完全都是因为只有书而来到这里 那书像书店这种小众的独立店 他本来会来特别早的 他可能本来就是我们的同温层嘛 他本来就有书籍的需求 那他如果今天是对空间或咖啡餐饮有需求客人进到我们的空间 他因而就是可能开发他对阅读或者是书本的喜好 我觉得或许那也是一个突破重温层的一个很好的设定 这可能不会让我觉得他不愉快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像我们现在在长征那边经营到三年了 大家的空间其实很有限 在假日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可能客满的问题 那我们会不会希望说我们能够服务到的客群 是更更偏向我们对书本就是推广的受众 当然会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促使去改变我们一些相关的书店 入门的条件 比如说像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家的递销 那递销的部分就改成了书籍跟饮品 那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当空间很有限他只能够服务到一部分的客人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选择这个客群呢 那优先选择当然还是对于阅读有需求的客群 那他就会去排除掉他可能他今天就真的只有餐饮需求 那他可能就可以选择更适合或更快速的店 那可能就不太是我们能够服务到的客群 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取捨啦 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是一个有200瓶店面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那到了经营到一个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点取捨 我就会优先还是去服务 比较符合我们受众的这些顾客 那就觉得我不好意思啦 就我没有办法就是开一家小小的店 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就是没有办法符合每一个人的需求跟期待 对 那刚才聊到说像书单的选择这件事情 对 你会觉得是说 你希望你的书单被你的顾客所认同和接受吗 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就觉得 哦天好硬 好走 对 完全没有在想这件事情啊 就没有办法想这件事情 因为就是像我们刚刚在讲 独立的经营其实跟自己读 独立书店的老板 他本身的风格是很有想法的 所以他的那个选书源自于我内心 就是想要读的书 所以我又有说我们的书 其实是大部分都是我的长书 拿出来给大家看的 我没有办法在就是可能累积了20年的阅读之后 然后突然因为要开店 所以增加了很多大家符合大家期待 就没有办法 因为那就是我个人的阅读习惯 那因为要开一家店 你原本就设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书 所以就可能没有太大的纠结 但确实会遇到 比如说客人会觉得 哎 啊你的书柜好硬哦 对 当然会有 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引导他 可能找到他 在这些类别里面更适合他 偏好不能说程度 因为那个可能没有高下之分 就是他偏好的书籍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面 其实我们在提供给大家免费阅读的书上面 本来就有分区 在属书柜的部分是比较偏向我个人偏好的 他可能就真的有一些比较文学类啊 有一些社会人类啊 稍微比较生硬一点的书 所以即便像是经济 他都不见得是工具书 他可能比较像是总经的书 就符合我自己的学习背景 那当然有另外两个书柜 他就是有一些杂志类啊 小说类啊 就是轻阅读的读者 他们是可以选用的 那就是引导到他合适的书柜去 让他可以选择他喜欢的书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些读者 去改变自己的书柜 诶不会 因为我就是个独立书店 那独立书店的选书 必须要符合我个人的阅读习惯跟偏好 不然就是客人来交流的时候 我就会放了一些 我都完全没兴趣的书 或没有读过的书 其实在交流上面也会有点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在 我觉得就是 可能这就是独立书店跟连锁书店 它的或者是大型书店它的差别 因为大型书店它空间很大 所以它可以把所有的书都放进去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读者如何在 茫茫书海里面找到他要的书 这个或许就是大家最难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去做那么多功课 然后要从每个月所有出版社可能出两三百本书 他要去找到一本他想要的相对困难 那这就是独立店的价值 如果你是我的同品读者 你来我的店 我相信你一定会在我帮你选的书单里面 找到你要的阅读 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就相对审视 对他可以找到用很少的时间 然后甚至是来喝一杯咖啡 他就可以买到一本他这个月想要读的书 那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帮大家选书的价值 某种程度有点像是那种选物店的感觉 对有点像是选物店或者是像那种在做饮品贩售的 他可能会说这个你可能比较适合什么的 他可能已经试过很多款不同的酒类之类的 是是看起来邦宁是对酒很有兴趣 有有有这个我也想有帮你选好的 就是一直一直把他那个类比进来 绝对会有因为我觉得即便像是咖啡好喝 就是像我们的常客们都知道我的习惯 我的店里面其实不会存在着一支咖啡 超过可能三个月 就是手冲咖啡它有很多很多的类别 这个部分我也是用选品的方式 帮大家选好 我觉得是大家大家都会觉得 去选择一个新东西很冒险 但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在我们店里面选择一个新的东西的成本很低 但是你有可能会得到很有趣的回馈 对就是选品的用意 可是我这边就会有点好奇说 因为刚刚我们讲两个层面 一个是说书 书单这件事情是比较隐私隐匿的 但是同时你又把你的书单选书的风格 分享给你的书客或是读者 那我会好奇说书店的老板或主理人 他们之间彼此会交流书单这件事情吗 还是说大家在这件事情上比较像是独行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到很秘密也 我自己觉得啦 我不是一个 因为可能我的部分是我觉得 每一个店的主题点 就像我们讲的我们有自己的主题选书嘛 那你一定会遇到跟你是同主题选书的人 那我比较 我的想法是比较像是交流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相对困难的 类别 就是独立书店是一个相对不容易经营的类别 然后这里面其实没有很大的利益 需要大家去瓜分 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面 我们也没什么好 就是去隐藏那个商业的key point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然后可以选到让读者更有兴趣的书 甚至像我们下个月就有 就是我们有全台湾的独立书店 目前应该有月末30家会共同推 公式的一个剧 然后他有剧本书 我们会共同去做这种串联的推广 我觉得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很艰难需要 需要长大的产业 如果我们大家都要把自己的那个 那一部藏起来的话 我觉得或许它就更困难了 然后书的资讯其实很透明 书的资讯并不是我们自己生出来 其实出版社每个月都会提供 那如何去选到你读者想要的书 我想每个开独立书店的主理人或店长 他们都有自己的功力 就是我觉得交流的成分比较高 就是比较不会有 就是有商业需要避讳的部分 我们今天邀请了倩倩来分享 他进行独立书店的一些想法跟自白 那他本身是在三重地区 拥有两家店面的老板 一间是长日书店 然后另一间是陶逸县 长日书房 陶逸县书室 长日书室 对 书房跟书室的差别 大小不一样 尺寸的部分 空间的大小 空间 空间 在我的想法里面 他的空间感不太一样 下一家店就输海 希望可以 对对对 如果有那一天 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海 好 OK 所以下一集的话 我们会就是分享一下 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独立书店 在这个环境的生存 是相当不容易 那我们会聊一聊环境啊 政策面的一些问题 还有大家对于独立书店的一些想象 那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相关的 品位内容的话 就记得每周三晚上七点要锁定Barnie's Talk 巴尼播起来 然后呢 带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新的评论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